大家好,歡迎回來《軍公開密》 這一節,大家聽到也知道我們和陳博士 又跟大家討論一下科學和軍武上的一些難題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中國最近有些新的消息公佈 尤其是說到一個核動力的商用船舶 似乎他們現在積極地研究 和接下來就會推出市場 這個大家就沒有聽錯 這是一個核動力的商用船的設計 就不是直接放進軍艦使用的情況 不過大家都很清楚 中國如果將核動力推到商用的話 其實都絕對是會把它放上軍用 例如我們講到他們的航空母艦 甚至乎接下來包括他們的大型巡洋艦 大型的可能運輸艦等等 很可能都會陸續去使用這種的核反應堆 將它應用在海軍上面的科技裡面 所以這個也都值得大家關注 似乎這個商用船的核動力的盧計劃 也都令到他們從前講的核動力破兵船 這個計劃就將它捨棄了 那是否中國有些新的技術發展呢? 尤其是他們所說的 Florium reactor 就是我們所說的造反應堆 是否那個第四代的核技術 已經發展到一個世界領先的水平 是否真的說到美軍都要被你嚇怕 日軍又嚇尿 是否真的已經說到成熟到 是放30萬噸的動力去使用都是十分之好呢? 所以今天我們會和陳博士聊天去做的 但是一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 我們NHK的軍務器言和科學新資 包括免費訂閱和記得按like 好 我們先和陳博士聊天 陳博士你好 Larry好 大家好 我們都隔了一段時間沒有開節目了 所以我們連尾都會 就是跑回多些貨給大家 是啊 所以大家聖誕節安在家中 就是又有多些節目聽 好 那我先問一下陳博士 這個新聞呢 就是在說中國現在去發展 講二、三十萬噸那些貨櫃 裝貨櫃的那些船 或者叫做可能其他的一些商用船 其實主要都是這類的 就是災貨、災成這樣 你說將它變成這個核動力 其實它是不是第一個例子呢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其實這個科技 就是中國是真的走到最前最先進呢 這麼說啊 我想呢 講得核動力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兩個都以往講過不少的 很多時候有核動力航母 核動力潛艇 連那個俄羅斯或者蘇聯時代 搞那些核動力破冰船我們都講過的 其實我們都想到的 只要那個船是噸位重的 你如果有一個核能放下去 那它就可以比較 不需要耗油 那我們貪那個核動力的好處就是 它需要補充原料的周期 會可以長一點 就是你如果你是燒柴油那些這樣的東西 你走一轉你要補一轉 但是核動力那些 可以用上以連計的這樣的時場 那所以為什麼在那個軍事上的那個應用 就是會不惜公本 會將那個核動力放在船上用 就是這樣解 那在商用那裡來講 一定回到那個成本效益問題的 但是技術上一定能夠做得到的了 就是你現在世界上有人把核反應爐放在船上動 那在軍事上做得到 就是說民用上一定能夠做得到 那只不過在民用上 你計算那條數是否著數 做不做的意思而已 那所以呢 我想我們都可以解釋 就是一會兒會討論一下的就是 為什麼這些這樣的 某一些的核反應爐 我們會覺得可以將它考慮 是放進去在那個民航 尤其是貨運那裡來用呢 會不會有些條件 以往不成熟 現在成熟了呢 那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是啊 當然我們今天會討論 就是以往美國都試過的 就是美國試過 就做一架叫Savannah 這架船 那當初就將那個核爐 擠上去做一些這樣的試驗 但是其實就不久的 基本上他們是玩了幾年 就已經將它放下 聽說到現在都沒有拆的 就是它裡面很多 大家知道 在美國那些環保條例有很多 所以連CBN65企業號 其實都是將那些燃料 現在卸下了 就是那個爐都沒有真正去拆的 其實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就是這一條路線 陳博士已經是外國 美國、蘇聯 很多國家其實使用過了 那麼他們首先將核爐 放在雙用船上面 其實那個做法 那個效益或者安全 是不是其實都很大的風險呢 絕對是啦 你想一下 由整島原子彈都 都有那些放上船 那些核動力的東西 就是在冷戰時期 這些東西已經搞了很多出來的了 那當然就是出過很多事啦 那所以這個應用就停留了在軍事那裡 那如果大家很記性和都熟悉的話呢 就是說 在航空母艦上面用的那些核鍋爐 裡面用的那些有燃元素呢 那個濃度是很高的嘛 所以其實在上面工作人員呢 那個受的輻射量 是比起地面上面 普通民用那些這樣的核電廠 那些人受的輻射量呢 是會高一些的嘛 那只不過就是說 你不會在船上做事做一輩子的 那所以你比較早接受了多了輻射量 你就早點那個崗位輪換 就不會再回去那些這樣的核鍋爐那邊工作的了 那這個也是用得這些核鍋爐的代價 對於那個人員的安全那裡 是一定是比起其他非軍用東西那裡 就離得大 那所以你看 人家一早做了 停留在軍事層面 你要將它轉成民用層面 譬如像中國大陸那樣 這次放在那些這樣的貨櫃船上來用 你一定要用到一些比較新的技術 而那套新的技術看下去 就應該要安全一些 還有就是可以持久一些 甚至乎現在用得核 你一定要有個很環保的理由你才可以用 那這次中國大陸去做這件事 是有考慮到這幾個因素在那裡了 所以我們也會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如果把那個核反應堆 尤其是用到第四代的科技 Florium 就是做這件事 放進去 所以有衍生兩個問題 我想問陳博士 一個就是這個Florium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說做 將它放成第四代的科技上面 去使用有什麼好處 還有跟我們日常了解到的 用有元素去做 尤其是那個美軍軍艦的風度很高 在說90%或以上 其實做又能不能做到呢 放進軍事應用上面 第一 這麼好用 又這麼耐用 還有這種技術 如果中國的航母真的正在使用 其實是否真的有好處呢 這裏有幾個問題要回答 首先第一件事要小心 不要將用造來做核原料的那些反應爐 和第四代反應爐畫上等號 什麼叫做第四代反應爐呢 很多時候就是用到一種叫做 multant source那種技術 溶鹽技術 那這種multant source技術 它有一個什麼特點呢 就是它用的那種的核原料 你不要管它是有好是做好 它的核原料本身的形態 就是以一種溶鹽形式的形態出現 那大家想想 如果你還認識那些 譬如大亞灣或者赤爾諾貝爾那些 第三代的核反應爐呢 裡面那些這樣的核原料 是固體一粒粒的 就是你每次換下去 就好像一條 就是一條原料棒 就是你聽到原料棒這個概念 就通常都是第一、第二、第三代 這些這樣的核反應爐用的概念 燃料棒棒的東西是固體來的 你每次換天整條固體拉出來 再放一條新的固體下去 而在那個第四代反應爐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不再用固體燃料棒 而是將那些燃料 是以一個溶鹽的形式 比較高溫 但是它不是很需要很高壓 但是反正就是高溫 將它以一個溶鹽的形態 就是說 或者用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 一個癌漿狀的東西 OK 就流過了 在那個反應爐裡面流 裡面如果是有那些放射性元素 它就基本上就融了在一些熔岩狀態的東西 那裡去做這個連鎖反應 那中間如果有太多連鎖反應太激烈的時候 我一樣可以放一些 就是那些moderator 就是那些譬如一些石墨棒 幫我吸走一些的中指下去 令到那個連鎖反應是壓低 那究竟你融些什麼進去 來這個熔岩的第四代反應爐裡呢? 你可以用有二三五 就是傳統舊式的那種有元素 或者有人也想到了 可以用到這個thorium 就是這個做元素都可以 那我自己會這樣說 如果你是用有元素的話 在第一、第二、第三代的核反應爐 就以固態形式的有元素化合物 燃料棒出現 那去到第四代呢 就要用到一個熔岩的方式 裡面就有些流體 就是那些核燃料 就是以流體的方式 在裡面那裡流來流去的了 那好處就是 你要撤退拿走 把它抽走 是比較方便容易的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裡面有什麼失控呢? 我的機器失靈 拿不走的固態燃料棒 但是如果我能夠及時地 將那些 尤其是因為有個 就是液體的時候 你不再灌注進去 或者在裡面再抽走出來的時候 你就已經可以限制在那個 反應堆裡面的核燃料量是有多少 它就不會一直無止境地去發展下去 那所以有人說 這個第四代熔岩式的這種 以岩漿狀態來去做這些核燃料 這種窩爐呢 是可以多一種手法來幫我 防止這個堆深有過熱的情況 那所以有人說 第四代這件事又安全一些 那第四代核窩爐就做了出來的 但是還沒有很補給的 就算現在很多再生起的 都還在用第三代技術 因為始終這個技術成熟 第四代窩爐就有人做 但是你要做得成熟 好像又不是很流行 就是沒有什麼很大的動力去再推進下去 因為第三代那些 也都是大家已經做到 那個系統設計上 也都做到安全系數越來越高 那這個就是題外話 那好了 剛才說到Florium 做元素這個燃料 它就很依賴需要用到第四代的技術的 為什麽呢 這裏有些比較技術的東西要講 這裏就由那些 就是由那個基本原理上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些叫做做元素做的反應堆 和傳統用有元素做的反應堆 有什麽分別 好處和不好處在哪裏呢 那大家可以慢慢思考出來 做元素本身在地球上很多的 它那個 它的那個 疑藏量 或者濃度 在那些 代替原料上的濃度 就是在那些大事然的 difícil不容易提高的 有兩倍 所以是否可以開采做元素 是較易最多 而且做元素本身自己的放射性不及得有元素那么高 所以你的大自然里面的隐藏量多 而且它的放射量不高的时候 玩起来似乎是安全一点 但是你做核反应炉 你要有些比较活弱的核元素 来不停地进行核反应来给你能量 原来做这件事 你不会就这样拿来做核反应炉里面做连锁反应 以现在我们所知道 我们正在玩的 用一个核元素分裂来帮助 引发其他核元素分裂的连锁反应 是要用布图和钵元素 另外就是钵元素 基本上原子弹也是这样玩的 钵元素自己本身是不可以有效地产生连锁反应的 但是加少少料就可以了 你就需要将那些钵元素在核反应炉里面 噴一堆适当能量的中止射线下去 令到那堆钵元素 和你变成有元素 于是那堆有元素 就是由造元素加了材料去产生出来的有元素 就成为了在反应堂里面做连锁反应的那堆材料 所以在这里很有趣的 你说如果用造元素做的反应堂和有元素的反应堂 最大的分别是哪里呢? 用造元素做出来的反应堂 它其实都是用有元素的连锁反应 来和你产生能量 但是那些有元素是临时做出来的 临时用造元素加一些中止射线 加工来做出来的 所以一开始那些东西 不需要很有放射性 但是你自己将那些东西做出来 令到很有放射性 整件事就在反应堂里面发生 所以你会发觉就是 有些东西是有些比较放射性的东西 不是由我们天然提炼时候产生 是我们临时要用的时候才产生 所以我们有理由就相信它可以更安全 那些有元素浓缩了出来之后 你又不可以不理它 如果说是传统的固态的燃料棒 那你就要不停地将它降温 就算你用不用去发电也好 你都要适当地将它降温 那件事本身是不是都在发热产生能量 所以你不理它的时候就会有机会溶化 溶化的时候就有机会堆心溶解 这就会比较麻烦的 所以设计那个造元素的反应堆 其中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 你怎样可以做到 在这个反应堆里面 临时临时临时可以将那些造元素 很有效地变成有元素 然后再进行连锁反应 就是核心技术就在这里了 然后那些造元素 你要去很均匀 很干净地和你接收到 这些中子射线的时候 用固体不是那么好处的 用固体的时候你知道 表面那一层就是优先接受到 那些中子射线 如果在固体里面 那个核心 那一堆这样的元素 就是没有那么有效地 受到中子射线去照射 那些东西就不均匀了 所以呢 用得那个造元素 很多时候大家都在想 可不可以将造元素的原料 造成流体 容易一些搅匀 于是乎每一部分的浓度 比较均匀 那我就比较容易控制 它那个核反应 那个效能 所以这里其实就是 我就尝试很简单解释了 为什么用得造元素的 就是拿来造核原料呢 就一定要连带着 那个第四代熔岩窩炉技术 才能够比较有效 而这种技术以往就是 有开发了出来 60年代已经有了 但是大家计算的成本效益 就觉得没那么成熟 宁愿将一些心机 去将我们那些 制造固体的有原料棒 就将它再做得安全一些 比较便宜一些 有系统一些 就 心力就比较少 放在造元素那里 那我再说一个点 我再交给你 那个造元素产生出来 就是那个核反应出来的那堆东西 就是一些 没有那么有军事价值的核废料来的 反过来 如果我是用传统的有元素 做那堆连锁反应呢 我是会很容易不觉意产生到一堆 Protonium出来的 产生到一堆不元素出来的 但是如果是用 做元素再加工出来的那堆核反应呢 就不是那么有效能够产生到不元素的 那在这里呢 其实你可能想象一下 在冷战时代大家有什么考量呢 如果我想用一个民营的 一个核电厂 作为一个 一个的烟幕 来去盖着我自己在那里 偷偷地生产 这些Protonium 这些这样的不元素呢 用回传统的有元素技术呢 是一个很好的烟幕来的 但是如果你用到Protonium做的这种技术 去做出那种另外一种油 来去发电的话呢 那个过程是 不是那么有效能够产生到这些不元素的 所以就 比较就真是纯粹民用和平用途多些了 在这里你发觉就是 有几个不同的结果 就使得大家的考量和优先 就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样走出来 所以陈博士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看到Protonium做的特性之后 可不可以这么说 如果中国今次它用Protonium 放下去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 将它直接转化 做他们下一代的核动力 那个的 例如说我们讲 无论可能部级舰 巡洋舰 甚至乎去到那种 十万吨级的 这些航空母舰呢 还是其实都是用回来说零龙一号 就是我们讲都是用回来那些第三代的技术呢 其实会稳妥一点呢 那你觉得其实真的 它将它这个商业化转化做军用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暂时手头上资料不多了 你如果问我的话呢 用得货轮的话呢 其实就比较好呢 我就觉得是用那些SMR的 那些微型反应堆的 但是微型反应堆呢 里面牵涉到呢 还是第三代的核反应炉技术而已 就是你说有没有一个叫做有第四代熔岩的窩爐 而且又是微型化的呢 是一定有人在开发的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第三代核反应炉的技术就很成熟了 第四代就有人会成熟一些 有人不是那么成熟 现在你还要将它微型化 就是说一个已经成熟了的技术 微型化呢 你面对的困难会少些 如果你说要再将熔岩技术的窩爐 再微型化呢 是一定有人会做 但是要走的那条路会再长些 你现在再要加上 还要是用forium 就是这种做元素的技术呢 那你发觉有几个大的技术 难关要去克服 几个跳跃在这里的 那你问我 可能接着比较快出现的就是 好像零龙一号那一堆 还在用第三代技术 起码一定不会是用forium 放在船上来行 那这个应该会快些出现 就算现在听到就是说 用这个做来做反应的技术 似乎是那个民用性质是比较强一点的 真是纯粹用来发电和运输的 但是事实上你都知道 如果你说的是 以10万吨位级的货轮 其实就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 它就算不是用来做武器 它用来支持一个军事的载具来行 我不要管它是货运 还是真的是一件航空母舰 基本上这件事已经变成了一个 可以有军事用途的一种这样的技术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你去做一个核动力的大货轮 其实基本上就等于准备拿来 将它放在一个航空母舰里面 那航空母舰上面再多些什么呢 就是那套电机系统 你怎样将那些电 是产生了出来之后 不只是拿来做动力 再要是供给在整个航空母舰上面 各个很耗电的部位 包括你那些电池彈射的东西 那些跟卫星通信接收那些东西 或者甚至乎 有很多的动力飞行器件 都是用更加多的电的东西 你怎样将那套电机系统拨上去呢? 这个就一定会有人开发了 所以变成了 就是这次我们讲到那个商用船 那个核动力的配置呢? 那我们都相信这个动机不是特别简单 纯粹只是去推广核动力商用 因为这个呢 我相信呢 你说国际原子能组织 是不是接下来都要去核杀 就是海上的安全啊? 或者是其实就算进入很多港口 其实都不friendly的 例如我们知道呢 纽西兰就一定不让你进入的了 那有些城市都是这样的 如果是用核动力呢? 美军都是这样的 那些军船不会受欢迎进入去 所以其实商用船的限制都很大 那军船就没得好说了 军船就不是说一定要停泊你这些案子的 那它有其他的军事同盟那些做法 那所以 为什么一直在那个商用上面的限制那么大呢? 那也不是无原因的 但是 我们都相信不是纯粹出一个商业决定 那就是这个核动力摆在商船上面 即是借鉴放下去 刚才陈博士说了 可能是中国的一些运输艦 或者甚至航母艦上面 究竟还是有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那个争论呢? 我想一直会存在的 那所以呢 如果中国都 陳博士你觉得中国是不是都在试着呢? 就是先放去30万吨试一下 如果真的可以的 就试一下放10万吨的军船 全世界都试着的了 如果你看回是那个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着 有什么国家都是试着 用造来去做这个核反应堆呢? 那印度啊 中国啊 俄罗斯啊 美国啊 就已经不止的 先先后后好几个国家都试着了 但是试的规模都是比较小的 那因为呢 一般你说如果一个核电厂 你要是供给到整个城市的核电量呢? 那我们用的单位叫做1000MW 或者叫做1GW 的这种单位 大家记住1000MW 那些单位不要紧了 但是呢 现在在用的那些 那些国家基础的那些 那些比较用来做 纯粹一个叫做Prototype 一个圆形测试板那些呢 是只有10个 或者甚至乎幾个MW 就是用来试一下做模型出来 不是真的实际去用的 那所以呢 你无论什么国家都好 你开发起来 你真的放在船上用 而且还要是 那个船的吨位这么高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是 要将整个这个造的反应堆呢? 是升级 和升级了它 将它放大变大 就是 一个圆形 将它升级了 其实都有一些技术难关 是要克服的 会不会是有些位置 原本不是过热变了过热呢? 有些位置 原本你以为安全 后来没有那么安全 要再改一改设计呢? 那又有一些 技术东西是需要去开发 就是去试验下去 那我就会说 现在 在想着 用这个核动力 放在商船上 正如你刚才所说 是不是每个国家都认为 那么放心 给一个核动力的东西进去呢? 那 安全忧虑 是绝对受制于你的技术有多成熟的 但是 刚才有提过 用这个造的反应堆 理论上应该是安全的 比如现存的核动力航母船那堆 依然是用高龙道油二三五 那堆的反应堆 就是用造一定是比用油的 那么 会不会可以令到人有信心 去到一个地步 就随便一个葵涌货币码头 都可以让你这样进去呢? 那么 现在暂时还未知 就是技术未成熟到一个地步 令人放心 但是如果你看到国际原子能机构 它就大力推举 用Forum 来做这个反应堆的 因为国际原子能那边的专家就认为 你如果真的要建核反应堆来发电的东西 就用Forum 用造会是安全一些 暂时 我们知道理论上 技术上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安全一些 就还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你说今次这个中国 他尝试 他说宣称会是造这个 货柜船是造核动力 那这样东西值得留意的 到最后就是 能不能够做到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商船 还是做完一两架玩完就算了呢? 那这个就真的要看过才知道 嗯 好啊 所以我相信 这种船 就是中国都是在试验的了 可能最后他都会想 就是0.6.1那条路 还是用造反应堆那条路呢? 那谁会更加在军事上 带出来的效益 例如 可能你用0.6.1的 力很够 不过很快又要换 那会不会去到造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又不够力呢? 那我想 多了 我想美军他们都会有些研究 或者好像 像陈博士说的 用一些小型的核反应堆 就是SMR的技术 又会走去什么呢? 那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会有些专题 和大家继续去做个跟进 尤其是中国这个第三代和第四代 那个核技术 放在船上去应用到 005啊 006啊 就是他们的核动力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下面大家一起 那我们就有时间和大家做这个专题 给大家的 好 好 那我们就这一节 就来到这里 那大家记得了 就是帮手like 我们NHK的军武器言 和科学生之两边 那记得给like 和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啊 那我们跟陈博士 下期就再和大家再见 好 拜拜 拜拜